花莲第三届蜜香红茶制茶技术比赛 31会的茶农经过一天一夜不眠不休制茶之后 29号上午准时缴交成品 由评审团进行官能品评 成绩描晓 是由五鹤茶农彭秀莲再度蝉联冠军宝座 彭秀莲和赖双全夫妻俩很开心的说 竞赛过程当中 他们碰到许多年轻一辈前来讨教 他们也不偿私请郎相授 收获很大 从昨天领取两公斤的茶精后 31位参赛茶农开始进行一天一夜不眠不休忙着制茶 今天上午11点准时缴交350公克的成品 并由评审团进行最后阶段的官能品评 这一次的话 大家的做法都有一些增进 不然是互相观摩也好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面 我们是茶精的条件都一样 所以大家比的就是香气跟滋味 那香气的话就是 特别就是包裹香或是清香 比较高香 然后那个滋味的话 就是如果你不要带色 花林县第三届蜜香红茶制茶技术比赛 美味参赛茶农在同一条件且在有限的时间内 能将蜜香香气与柔润的茶汤滋味完美呈现实属不易 能名列前茅者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被学习啊 这次真的是保持观摩的心态 然后来跟前辈学习的心态来的 亚军 对 非常感谢主办单位可以给我这次机会 然后也是来学习 我觉得还蛮让我吓到的 因为我没有想过会得到这样的成绩 然后我觉得就是主要也是因为就是爸爸 就是他就是教导有关 真的就是有带着我做 对 然后就是还蛮开心的 对啊 就希望下次就继续努力加油这样 三位拿下季军以及两名亚军的茶农 多数都是年轻一辈 甚至还有第一次参赛者 而总盖圣皇圣皇肯定表示 这不仅是制茶技术的切磋交流 更是地方特色茶产业的传承 这次的参赛选手有包括我们的夫妻党兄弟党 有母女党有翁旭党的 那所以这是一个不仅仅是茶叶的一个交流 那也是这个传承的一个意味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赛事 一方面发展我们蜜香红茶的这个技术 大家能够更往上的提升 那一方面可以透过这个比赛 让我们的这个选手的感情能够更好 经过一般激烈竞争比赛成绩揭晓 被受关注的冠军得主 有评审宣布的那一刻 现场也响起如雷掌声 而再度蝉联 拿下冠军的彭秀美与丈夫赖双全 开心分享这份喜悦 还有在这次的比赛中呢 只要我们选手有要问我 我都一一会回答他们 要怎么做 要怎么来 希望大家技术能够互相切磋 以后我们在我们这个 5号我们的蜜香红茶 继续发展光大 花莲蜜香红茶产业蓬勃发展 包括富里六十淡山 玉里赤科山 以及瑞穗五鹤茶区的茶农 共同用心栽培管理 以精湛的制茶技术 制作安全且风味独特的 蜜香红茶品 广受消费大众的青睐 农会总干事黄胜黄表示 即便经费有限 但仍持续办理相关的 研习与竞赛 提升茶农茶产业的 最新知识与提升制茶技术 让消费大众都能品尝得到 台湾茶农们的用心与努力 蜜香红茶世界冠军 在来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